如果中国和欧洲我们的民间 我们的工商界 我们的社会各界 我们是一盘散沙 我们就会输 如果少数的极端分子成功的把中国和欧洲带到冲突对抗的陷阱 我们就会输 所以从这个角度 也就是我们双方都要换位思维 不要把对方妖魔化 我相信中国和欧洲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共同的利益 因此合作是中国和欧洲唯一正确的选择 因此我到欧洲去 就是真正把中国人的声音 中国人的观点 中国人对欧洲 对世界 对自己的看法 带给欧洲 就是我们是寻求和平来的 我们是寻求合作来的 我们是寻求共同发展来的 我们是寻求合作为全顶不舒服的 因此感谢 因此之间